如果他还没抓下来,可是问题是你已经把他去指向他,可是空的就抓不到图 所以有什么方法? 当他回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我抓到了 这个时候,所以两个所以之间,如果要互相沟通的话,还必须用一个Message Message,就是说他必须有个信拆,他必须在中间做传递讯息的动作 不然的话,我不知道那个Sway到底有不OK 他们之间没办法沟通 那这个也是多执行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一个部分 怎么样让两边做沟通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后面会再讲 那这个我想先这样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抓,那要怎么抓特別注意? 就跳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也是一样 建一个什么呢?建一个UIL 这个UIL呢,我们把上面的网址放进来 这个UIL 那谁去抓呢? 我们利用那个UIL Connection 那前面是用那个HTB UIL Connection 不过在2.x OK 在4.22就不OK 可是4.3好像有点状况 所以我这边改成UIL Connection 然后里面的话去Open Open Open之后的话呢 再把资料把它抓回来 抓回来的话也是一样放在Input Stream 那Input Stream呢 怎么样抓过来? 可以用的 BinMap Factory 点Decode Stream 就是把它做重新编码 把它转换 把这个Stream 转换成为一个BinMap的图档 然后呢再放在哪里呢? 放在BinMap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Input Stream 一个串流 然后抓下来它本来是一个Binary 可能这种形式 不知道有没有加密 然后我们Gate回来之后的话 再利用这个 就是Decode Stream的这个方法 它是隶属于那个 这个BinMap的Factory Factory 这叫什么? 这个 BinMap的工厂 它可以帮我们这样做一个 Decode 重新编码 然后呢丢给BinMap OK 那接回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以Run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按一下按钮之后 结果就可以看到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一下 应该没问题 那 呃 画面的话 我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在 这个章节里面的 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会有刚刚的画面 123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 UI的部分 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网址 网址各位自己去查一下 那一个方法 那这个刚刚的方法的部分 写在下面 那就OK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 先要试试看